大家好 歡迎收看政經最前線 無碼看中國 我是主持人張宏林 再次感謝大家來收看我們的節目 當然也歡迎大家繼續訂閱我們的節目 讓我們的節目 可以讓更多的人瞭解知道 當然我們最近聽說有一些訂閱被退訂 麻煩大家再辛苦一下 如果有這樣的狀況 一方面可以讓我們知道 另外一方面可以麻煩大家再耐心的訂閱 當然一個好的節目 就需要大家更多的支持 我們才有動力製作更好的節目內容 讓大家瞭解 我們最近都知道這個美中 因為整個貿易大戰延伸到許多全面的 包含資訊戰 包含其他軍事的部分的對峙 當然主要的部分大家會說 都是美國準備在11月份要選舉 這時候又有一個老問題了 大家又在猜誰當選 對未來這個美中發展較佳 誰當選對於台灣較為利或不利 我想各自的國家裡面 都會對這些議題來做一些解讀 當然有人說這個川普 我記得最早的時候 大家也是覺得川普相較起來 會對於中國較為友善 沒想到之後的結果好像不是如此 現在大家又說拜登更好 拜登如果這個當選對中國會較友善 但有些專家學者可能不認為是如此 我們看到史丹佛大學尼爾弗格森有提到 他說不 你照過去他們的研究裡面 他們認為如果是這個拜登當選 可能打上的機會才會跟大 真的嗎 這個讓大家有點物理看花 但也有人說不管誰當選 未來對於所謂的中國 中共這些警惕的部分 對於這種所謂反中的風潮 好像顯然也不容易那麼快地退去 所以這值得是我們好好來探討 今天我們很開心 我們就連線 是跨洋連線到美國 我們訪問到我們的阿姨劉仲敬先生 來跟我們連線 主要是特別透過他自己長期 也在美國的一些觀察 對於中國事務的一個閒手 可以來幫我們聊聊這問題 是不是請一下我們阿姨 跟大家問候一下 謝謝 各位好 是 我想我們剛剛提到了 這個美中關係在川普上任之後 我覺得真的超乎大家想像的變化 這部分當然原因非常的多 一開始談到了到底誰當選 對於未來的這個中國 或者是這個美洲的關係的紓解 較為有利 誰是未來可以避免掉 所謂的這些戰爭 或者誰未來在當選之後 可以我們談到了 對於包含台灣的相關的一些路線 走向可以有些改變 這部分要不要聽 因為你長期在觀察比較清楚 要不要談一談 美國現在這個在選舉的這些 各種這個角力 同時在談到這個未來 誰當選或幹嘛 如何去牽動美中台三方的關係 我想大家之所以對這個問題 有點判斷不準 可能是因為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格局的緣故 就是美國自身的判斷的事物 其實主要是從兩個層面來講的 A 美國本身 這是最重要的 其次 B 美國與世界 那麼美中關係 或者美中台三角關係之類的 在這個整個格局當中 是微不足道的一個龐支 如果你把龐支當作核心 來考慮整個事物的話 那麼偏差會非常大 這個不單純是信息量 和信息準確度的問題 即使信息量大 而且準確度高 只要你站的是一個比較偏遠的角度 用偏遠的角度去考察中心事物的話 偏差都會很大 所以我們還是要從 首先從美國本身 再從美國和世界來考慮 首先對於大多數美國人來說 社區事物是高於其他一切的 跟其他事物沒有可比性 為什麼社區事物是自身經歷的事物 它是我從幼兒園 小學 中學一路認識的 我從小打球一直打大的 鄰居家的小孩 這是自己人的事物 法府的事情就已經是陌生人的事物了 全世界的事情 尤其是陌生人的事物 陌生人的事情跟自己的事情 是沒有辦法相比的 所以核心投票意志 是取決於自身的社區事物的 這是重中之重的 而美國聯邦本身的政務 是一種諸侯政務 它等於是社區政務 這是真正的政治 因為美國所謂的 照大家所說的那樣 是民主國家 民主國家詞是什麼 除去那些政治宣傳上 被擰歪了的隱身含義 本質上是自己辦理自己的事物 所謂民主就是典型的社區自治 美國的社區都是自己辦理自身事物的 因此社區會形成社區自身的大牢 社區自身的大牢 最後就形成州的大牢 州是美國政治的核心 從社區到州這一級 美國政治是活躍的 關係到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 一點也不高大上 就是跟採美遊言緊緊聯繫在一起的 這是美國人身家性命所計 州的政治至少自南北戰爭到現在 一直是大佬們諸侯的政治 然後這些諸侯們到華府去 華府的政治跟各州的政治 不是同一層級 一般來說各州的政治豪門 或者是封建諸侯到華盛頓去 不一定是最精明的 而且對於他們來說 去華盛頓這件事情 即使直到現在冷戰以後的 帝王總統時代 對於美國鄉土政治家來說 多多少少都有一點像是 世間各國派出大使到聯合國去 聯合國多少少少是外人 不是真人 我們自己本鄉本土的政治家 才是我們自己人的 這兩層是不一樣的 但是對於世界上大多數國家 尤其是對於歐洲以外 哥倫布時代以外 處於殖民地和準殖民地位的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來講的話 國際政治是壓倒國內政治的 也就是說直接了解說 他們是邊緣國家 命運是受人百悟的 這種感覺對美國人是沒有的 美國人一直是自己做主的 所以社區政治的分量 不僅比歐洲那些習慣於多國體的國家要大 因為美國是世外桃源 當然更比第三世界名義上是獨立和平等 但是實際上是受國際政治的趨勢 而不是主導國際政治的國家相比 本地四居黑人和其他集團之間的博弈 這個博弈確定了他們在佛羅里達本州的立場 而他們在佛羅里達本州的立場 又確定了他們的參議員像盧比奧這些人 在國會的立場 而比如說中國人特別看中了 盧比奧是不是一個反共堅定分子 堅決主張反對破壞中美關係 這些對於佛羅里達本州的政權 都是佛雲 只是一個佛帶現象 只是佛羅里達古巴裔人 堅定反對卡斯特羅 和跟本地黑人形成競爭性關係的 一個極其次次要的移波 所以川普和拜登或者是任何人 第一 他們在取得的某種勝利 通常是採取了偏向或者是贏得 某個選民集團 某個大諸侯的結果 而爭取某個大諸侯 不可避免地要疏遠或得罪 另外一些跟他有競爭性關係的 其他一些諸侯 導致原有的選舉版主發生變化 例如川普革命的實質是什麼 就是羅斯福新政時代以來 一直是美國民主黨鐵票庫的 今天我們被稱為秀貸地區的 白人工人階級背叛了民主黨 或者說他們認為他們在克林頓 和全球化時代被民主黨背叛了 轉而支持共和黨的結果 這個選舉版主上的漂移 使得川普打敗了希拉里克林頓 而拜登儘管傳統上是一個忠厚長者 和工人階級的朋友 但他的耕地已經是 恨頓時代全球化民主黨的建制派 因此他也不大可能贏得 重新引回秀貸地區的工人階級 他頂多會可以說 川普並未實現其競選承諾 不能把工作帶回秀貸 所以你們不應該支持川普 使他們放棄投票 削弱川普的支持 卻不可能重新得到羅斯福時代的 民主黨的版圖 因為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可得堅的 由於美國的族群集團 和地方政治集團的排列組合 相互爭取的結果 結果還是會趨於平衡 因此今年的選舉 仍然是一個基本上平局的選舉 主要是看把自己的基本盤動員起來 和盡可能地防止對方基本盤 提高投票率 除此之外大家能夠做的事情是很少的 大部署宣傳上的花架子 不能改變諸侯政治的實質 我們要想想 看聖經地代的白人一百多年 沒有改變過他們的投票方向 古巴人幾十年來 沒有改變過他的投票方向 上層的政治範圍都是浮雲 中國問題來自於台灣問題 在這基本盤子上是次要的 全開始是不是誤打誤撞地 碰對了風向 中國問題的實質是什麼呢 中國是全球化的搭辯性質 全球化犧牲了美國工人階級 成全了美國的資本 美國的資本家以前 只能跟美國的工人階級博弈 而現在他跟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博弈 而冷戰垮台以後 共產黨一變為廉價勞工的輸出者以後 全世界的工人階級 包括印度這樣第三世界國家開放市場的時候 工人階級的供應大大增加 使美國工人的福利和工作機會外流 他們的憤怒將川普送上總統寶座 因此川普是有一個解散 全球化體制的政治使命 而全球化體制正是克林頓民主黨人 包括拜登 安生利民的基礎 所以川普為了個人商業利益 會討好中國的說法是無根之涵 川普的美國本位主義設想 本身是模糊不清的 他只是根據他在里根世代的感覺 和全球化時代以後的感覺 覺得有些事情都不對勁了 但他提出的方案很多都是自相矛盾的 例如要消滅貿易利差 我們要知道貿易利差的實質是美元外流 美元外流正是美國全球化霸權 利用金融霸權向全世界徵稅的手段 徵稅的手段是很多的 不一定像蝙蝠齊民那樣 稅利現關到你們家裡來徵稅 美國金融機器和全世界使用美元 為硬通貨這件事情 就是一個巨大的收割機 它使得美國可以向全世界徵收駐避稅 只要全世界都使用美國 全世界都在給美國交稅 這個利益是充錢的大 全球化體制下的美國是一個軍事金融帝國 這使得他不怎麼想 羅斯福時代的美國是一個軍事工業帝國 他不再像軍事工業帝國那樣依賴本國產業 輸出美元的利益大於工業產品輸出的利益 這是工業外流和貿易利差的根本原因 而川普要讓美國重新偉大 包括兩層之下矛盾的行業 A 美國偉大必須要維持強大的軍力和美國霸權 B 他又要求產業回流 他沒有意識到這兩者是之下矛盾的 產業外流和美元的輸出 是金融軍事帝國 是美國獲利的手段 而不是美國吃虧的手段 他把這個當作是美國吃虧的渠道 但是他又不肯放棄 美國作為全球化主人所得到的利益 這使他的政策處在之相矛盾的狀況下 而拜登的政策是克林頓時代全球化政策 他攻擊川普的關稅 造成了美國消費者的受損 川普的單邊主義 跟全球化時代美國霸主的身分不符 會損害平均作為霸主地位 這都是對的 但是全球化體制的破裂已經不可避免 他不是被川普搞壞的 而是被全球化體制自身的弱點搞壞的 川普只是不大高明地順了這個潮流 就使自己想的相當強大 而中國在中美貿易戰中的受害 以及台灣似乎隨著中國受到打擊 而得到了外交上的升級 既不是中國的愚蠢造成的 也不是台灣的高明造成的 只不過是由於全球化的手船 正在沉默造成的附帶反應 當然大家都是在順風順水 或者逆風逆水的時候 占了便宜或吃了便宜 自己起的政策 自己自身的政策在這場大的運動中 起的作用是微小的 可以說今天的格局是 至少對於美國政治格局就是這樣 美國的社區政治家不關心全球化 但是全球化卻關心他們 全球化的成敗和反全球化的各種可能性 直接影響他們的利益 但是華盛頓的代理人 用空洞的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政策 掩蓋了這一切 是他們自身都不大能搞清楚 哪些政策最後會產生出 對他們有利益的結果 這樣的結果就是 無論川普的政策和拜登政策都是空轉 他造成的後果和他的目的是一樣的 從目的上來講 川普要消除中國的外貿易差 實際上造成效果是把中國趕出美元區 這樣的效果對於美國來說不一定有利 拜登要求修復以美國為中心的 聯盟和協商體制 這樣會給盟國提供一個 搭美元變車的機會 而在全球化失敗 尤其是各國央行 特別是美國聯邦儲備銀行 濫發貨幣來維持經濟的時代 反而會造成經濟的區域化和集團化 和美國的外交癱瘓 他們雙方對對方的攻擊都有正確的地方 但是自身的政策都是空轉性的 川普正確的指示單邊主義有它的好處 拜登和克林的多邊協調體制 在朝鮮問題上就可以表現出 他是軟弱無力的 在大陸上 世貿組的所有問題上 實際上只會造成美國的外交癱瘓 但是拜登也正確地說川普的單邊政策 必然會加速全球化體制的崩潰 而使美國從全球化當中收藏的利益 受到嚴重損失 大家可能沒有意識到 中國如果退出了美元區 或者在美元的貨幣洪水之下 第三世界國家 比較窮困的國家的貨幣洪水 退出世界市場經濟 或者減少美元的使用的話 對美國是一個極大的傷害 這個傷害要超過任何貿易 其他所造成的傷害 但是這一點不是川普造成的 川普只是加速了的局勢 也不是拜登所能挽回的 所以他們像是埃德加夫婦和羅斯福一樣 在大相調時期採取各種政策 這些政策其實都是無效的政策 主要取決於 他們的勝負主要取決於 他們自己飛下的封建諸侯 例如駕哈里斯和彭斯這種人 彭斯在印第安納的選民當中 和基督教保守派當中 是不是一個忠祕長者和信得過的人 如果是信得過的人 沒有問題他們會支持川普的 卡瑪拉哈里斯在加州的印尼 和黑人選民當中 或者是蘇洛里拉拉美尼選民 是不是自己人 如果是自己人他們也會支持拜登的 他們提出的政策 國際政策 能不能實行有沒有效 關係不大 因為選區政治家看的是 他是我們自己的封建諸侯 火根地人關心的始終是 我們的公爵在巴黎有多大的位置 奧爾良公爵的關係也是 我們的公爵在巴黎有多大的位置 我們代表在法國有多大的位置 他們對於歐洲的政策 對於法國人來說關係不大 同樣對於佛羅里達人和加州人 和中西部的人來說 彭斯和卡瑪拉哈里斯的意義 也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支持我們自己人這就足夠了 國際上的效果我們也不在乎 但是我分析他們製造出來的各種政策 在國際上到事實上將造成的結果 這個結果是相差不大的 沒有川普的話 全球化體制的崩潰可能會晚幾年 但是拜登沒有能力恢復全球化體制 所以無論川普還是拜登上台 全球化體制都會崩潰 而拜登的政策修補聯盟 而導致外交癱瘓的政策 確實更有可能導致戰爭 因為這種政策會在美國以外的地方 釋放出假象就是美國已經 像1930年的英國一樣 不打算管轍或者無能為力了 這樣做就會鼓勵地區貿易家 而川普的單邊主義反而不會 川普的單邊主義反而不大可能會 所以給人一印象 他對某些無力可投的地方是不會認真管 但是對某些他認為有力可投的地方 他會不管盟國和其他國家意見 採取單邊行動 帝國主義政策比較容易維護和平 而國際協調外交由於其攤販性質 反而容易造成戰爭 但是這既不是川普的目的 也不是拜登的目的 而對於支持和反對他們的選民來說 這些因素他們全部知道 也根本不會考慮 是 我想剛剛透過我們阿姨 這個我們劉仲敬先生這個清楚的分析 回到中國當然大家就在擔心 習近平現在腹背受敵 又有外部的這些壓力 又有國內很多這個政二代的部分 看起來也開始是對他的這個領導不滿 因為畢竟從結果論 有人說這個目前反共潮 對於中國的批判 是從天安門事件之後一個巨大的高峰 從某個角度來講 當然他必須要概括承受 當然大家有一些不同的說法 一個就是說習近平有可能很快就會下台 有人說不會 這個只要軍權還掌握的話就沒有問題 當然這裡也延伸許多啦 有人也罵說這個你都沒有學 當初這個鄧小平告訴你要韜光養晦 不要這麼急於強出頭 這部分是不是可以請阿姨 你也幫我平息你怎麼看待呢 習近平有兩個基本目的 一個基本目的是維持共產黨的政權 第二個基本目的是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步行 對於他本人來說 這兩者是不可分離的 這是他地位穩固的關鍵所在 我們要注意就是 第一個目的就是無限期維持 共產黨的統治權本身 才是共產黨的核心利益 而不是南海問題 台灣問題 或者是釣魚島問題什麼什麼的 一切手段 包括毛澤東時代的所謂極左路線 和鄧小平時代也被有些人稱之為 極右的擁抱市場經濟的路線 看上去在經濟層面似乎是相當矛盾的 例如你是一個鄉政企業的話 你會發現同樣的事情 在毛澤東時代是死罪 在鄧小平時代卻是受到鼓勵的 你會認為兩者的政策是恰好相反的 但是對於共產黨來說 兩者是完全一致的 都是為了保證權服務 極左路線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以前的資本家 中華民國時代留下來的資本家 帝國主義時代留下來的資本家 他們不是我們自己人 無論他們為國家帶來了多少財富 打掉他們有助於我們政權 這層安全 極左不僅是經濟政策 而且是為了鞏固政權這一層 而改革開放時代 老的那些異己的資本家都沒有了 新的資本家要麼是官商 共產黨的紅米商人 要麼就是共產黨制下的貧下中榮 原先的無產階級殘酷 跟共產黨沒有階級仇恨 至少共產黨只是認為是這樣的 他們是會為國家增加財富 所以有助於維護共產黨的統治 所以這就是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認 習近平的說法對於共產黨集團 統治集團內部來說是正確的 雖然對於外部其他人來說看起來有點荒謬 就是兩者有一個共同的目的 都是為了鞏固共產黨的統治 經濟上的左和右都是為了鞏固共產黨的統治 所以兩者不是相互矛盾 而是前後一貫的 而習近平接班他作為紅色後代 他的首要使命顯然就是 繼續維持共產黨的統治 至於國際上和國內採取什麼政策 只要是加強了共產黨的統治 就像是餓死三千萬人也沒有關係 得罪全世界也沒有關係 當然這也不是說一定要餓死人或者得罪全世界 只要有助於鞏固統治 討好別人或者讓大家發財也是可以的 這兩者是手段與目的的關係 目的使用共產黨的統治 而習近平本人不同於前代共產黨的特點就是 他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確實是有使命感的 這一點已經體現了他的政策的上面 這個使命感也反映了共產黨內部的階級變化 也就是說毛澤東時代還居於統治地位的 共產國際派老幹部 比如像周恩來這種人 是蘇聯訓練出來 從蘇聯留學回來的這些 按照列寧黨方式組織共產黨的老幹部 經過毛澤東在文革時期的摧殘 和改革開放時期的凋零 勢力已經步入隱言 身在新中國長大的土鳥幹部 在改革開放時期發財的這些紅頂商人 經過江澤民時代的希臘體進入共產黨以後 他們的聲音大大增大了 他們不是自由市場經濟之下發財的企業家 他們的發財有賴於共產黨的政策優惠 離不開共產黨 所以他們必須維持共產黨的統治 而不是像美國人設想那樣 你們是中產階級 你們要推動民主 他們的利益不是老黃俄幹部所主張的 解放全世界的共產主義 而是僅僅維護共產黨中國本身 這些人需要一種新的意識形態 不再是純粹的馬列主義形態 而是中國主義的意識形態 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他有馬列主義的產業 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是一個在共產黨領導之下 而且只能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偉大復興 這就意味著他們的特殊地位 不能被其他非共產黨系統的人取代 但是核心已經轉移到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上面 習近平就是這個集團的代理而已 他是浙江 福建一代 改革開放幹部當中的紅二代 正好符合這兩者的需要 所以他的政策就轉向 比如說不僅要廢除維吾爾語教育 而且還要鎮壓蒙古人和朝鮮人 這些歷史上並不反對共產黨統治的少數民族 這個就是中華主義的意識形態 而不是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 也不是列寧主義 從列寧主義的角度來講 民族是親我者倉 逆我者 我鎮壓反對我的人 不會鎮壓不反對我的人 民族對我是不害的 對於中國主義的意識形態來講 大家都是中國人要使用中國語 消滅一切非中國語的語言文字這才是正義 無論你反抗不反抗 我們都要同化你 習近平走向後一種路線 就是中國主義戰勝了傳統的馬列主義的結果 當然這樣能夠為他在改革開放時期 形成的基本盤贏得極大的激勢 即使這種政策會把中國變成 21世紀的納粹分子 在全世界人人凡打 但是在他的基本盤當中這是有利的 就像美國社區政策家 只管俄羅里達人的反應 不管全世界的反應一樣 習近平也是同樣 只管他自己基本盤的反應 不管全世界的反應的 所以欺品他的人要麼是特殊利益集團 要麼是流亡知識分子之類的 可以說習近平的中國主義路線 是空前的得人心 在遠間對1990年以前 還沒有詮釋的新企業家集團 以及草根群眾的心目中 他習近平是一個中國人 而毛澤東 劉少奇 周恩良和鄧小平 都是黃俄 他們是殖民征服者 可以說這些人看來習近平的當權 就相當於是陽間當了隨文帝 恢復漢衛衣官 把政權從鮮卑人的手裡面 拿回到漢人的手裡面 或者是順治皇帝推行漢化政策 把政權從滿洲人的手裡面 分享給民國那些投降者的手裡面 是一樣的事情 因此他非常的受到歡迎 不但不會遭到反對 而且在他的政治生態圈中 他反而會因為這種政策 而肅清他的大多數反對者 進一步鞏固自身權力 這個我想透過我們阿姨 剛剛的分析 大概也可以對習近平這個人的個性 大概可以非常清楚瞭解 而且剛剛他講得非常的直接 就是說中國共產黨 他主要目的就是鞏固他自己 繼續的領導 其他的東西都無所謂 所以美國接下來我問他問題 美國看起來當然不知道 他懂不懂中國共產黨 但他現在所做的部分 包含這個透過各種的經濟的制裁 透過各種的封鎖 當然大家就會談到說 所以你看中國現在有壓力了 到底這樣的走法是民眾 中國的民眾有可能退到一個更 我們未來覺得可能是更辛苦的 還是沒有 可能接著機會是他的一個大的轉變 阿姨 你怎麼看 當然中國人民是要倒楣的 就是但是這一點無關緊要 對於共產黨來說 改革開放始終是一個雙刃劍 第一 不改革開放 共產黨看著要滅亡 鄧小平已經指出了這點 但是改革開放也可能會是共產黨滅亡 因為美國人是公開認為 你們中國人富起來以後 就要變成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天津地益就要爭取民主 這不也是滅亡 所以很多老幹部都是主張 還不如堅持到底 滅亡就滅亡一個痛快的人 但是鄧小平說我們還有一定機會 在改革開放的同時堅持黨的領導 事實證明至少在短期內 2、30年時間內他是可以做到的 就是在市場經濟的情況下 增加了黨的財富 使黨從死亡的邊緣續過命來 但是卻還沒有 儘管對黨的挑戰 正如那些老幹部所說的一樣 六十世代 諸如此類事件 一次次發生 但是都沒有強大到 能夠讓黨完蛋的地步 所以短期來看 鄧小平仍然是被證明他更加高明一些 但是誰也不敢擔保 美國人所主導的全球市場經濟 再發展2、30年 情況還是不是這樣 黨是會受到腐蝕的 利益集團會不斷成長的 低代無產階級出生的企業家 不知道怎樣反抗 但是以後他們的二、三代不見得 不會懂得用其他方法維護自己的利益 即使是紅二代出生的紅頂商人 在自己變成商人以後 第二代第三代是不是也會 像劣跡青那樣起異心 這是不好把握的事情 所以即時收手對共產黨 反而是更明智的 如果美國制裁 那麼意味著重要物質 包括人民的糧食和物質 都更加依賴於政府 改革開放以後 有一件事情就非常不好 就是大家可以在政府機關以外的地方 去找到飯吃 所以不一定會聽你的 如果不是直接造反的話 至少各種打冷槍的手段 給你制造麻煩 共產黨不一定全都管得住 但是如果大家吃糧食 都要靠糧票的話 隨時黨隨時可以讓你餓死的話 這些令人投送的事情會立馬消失 人們當中的大多數 對共產黨的依附性會極具增長 這是一個重大的利好 對於共產黨基層組織來說 最投送的事情就是廣大人民 現在變得不太聽話了 因為他覺得自己打工也能賺到錢 而打工很可能 直接間接是為外國資本服務 如果外國資本退出 美國技術封鎖 各種封鎖 人民要過窮日子 苦日子 甚至大規模餓死人 大規模戰爭的可能 但是會有很多人 現在過去驕傲不遜 不聽話的 現在乖乖地為了一口配給娘 重新跪倒在小官小利 科長處長這些小官的手下 而這些小官小利 就是共產黨的基本選舉 共產黨的政治結構 是對黨內負責 或者說共產黨的政治家 是對共產黨幹部負責 而不是對選舉負責的 所以幹部集團的擁護和反對 對他很重要 而人民的擁護和反對 對他不重要 因為他們的聲音在共產黨體制內 是沒有代表的 所以一個能讓共產黨下級幹部 獲利的政策 在黨內是非常得人心的 對於我們現在當幹部 都當成這樣窩囊的樣子 當幹部還有什麼意思 現在習近平讓我們當幹部 又有了尊嚴 至於他們來說是利好消息 他們的分量更大一些 所以人民如果沒有餓死到 使國家完全崩潰了的狀態 對共產黨是有利的 換句話說 即使習近平政策和美國的制裁 最終導致了中國和中國共產黨 全面崩潰和滅亡 但是在第一階段 他造成的效果肯定是 在中國社會內部加強了共產黨 對非共產黨群眾的權威 以及使共產黨 占共產黨員絕大多數的中下級幹部 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 因此他們會歡迎第一階段 而很有可能預見不到第二階段 人都是根據短期利益活動的 誰正如凱恩氏所說的那樣 長遠看我們都死了 30年後的事情你能準確預見嗎 如果10年之內給你好處 或者5年之內給你好處 而30年以後的壞處是不確定的 不一定會發生的 大多數人都是無法抗拒誘惑的 是 這個大概也是我們剛剛 的確值得我們來好好想這個問題 當然這樣的封鎖 我們就看到中國當然努力的 做一些反制 我們看到雖然習近平誠實承認說 他們有許多關鍵技術 基本上都還在外國的掌握 他想要來突破 當然台灣是一個他很好下手 過往也有很多科技廠商 大量的挖掘這些相關的科技的人員 我們過去台積電也有一批 整個這個被挖希望對晶圓 也就是所謂的芯片的部分 做一些改變 我記得您曾經說過 當初日本在偷襲珍珠港 是因為它很重要的油路被切斷 但某種程度來講 我們知道現在晶圓 也許所謂的芯片 是所有科技發展一個非常非常 重要的一個關鍵跟核心 因為這些技術被壟斷 造成它現在包含華為等等 大家都在觀看它接下來 怎麼樣去承受這個 當美國封鎖了所有這些技術之後 它如何存活下去 所以就有人說這樣子會不會加速中共 覺得你已經掐住它的咽喉 甚至有可能造成它致死 雖然剛剛你也說過了 大不了只要能鞏固領導 大不了就死了幾千萬人又怎麼樣 大不了就退回到原來的狀況又怎樣 但會不會也有可能另外一個說法是 會加深中共它想要來染指台灣 想要來武統台灣的 更快的這種催化它的企圖 會有這樣的狀況嗎 會的 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 就是中國的造艦計畫 其實是90年代末期 江澤民時代產生的 因為根換艦隊這件事情 或者是從無到有製造艦隊這件事情 是一個長期性的組織 所以現在中國這種水面艦隊 大規模下水的狀態 不是反映中國今天的財政狀態 而是反映15年前的財政狀態 15年前是什麼時候呢 2005年 這是中國剛剛加入世貿組織不久 跟西方處在蜜月期 賺錢賺得最多的時代 所以現在下水的艦隊最多 不反映中國現在極其困困的財政 而是反映了2005年比較寬鬆的財政 無論如何這個造艦計畫 大概再過2、3年 2023年左右就會基本完成 然後根據國際上的經驗就是 一個艦隊在十幾年的時間內會更新犯代 然後幾十年會維持相對穩定 例如1960年到1990年的英國艦隊 你會發現它的艦資是很少變化的 因為1960年英國在二戰以後的 更新犯代基本完成 然後就穩定了30年 1990年以後又開始緩慢了更新犯代 我們可以預見到在2023年以後的2、30年 如果中國還存在的話 中國艦隊將很少混心犯代 維持原有的規模 那麼問題就來了 比如說對於越南這樣鄰國 2023年中國是極其可怕的 對越南的武器有代差 但是假如越南從現在開始組織武器的話 到2035年雙方的差距就不算太遠了 所以2023年比如說對中國對越南來說 就是最大優勢的年代 以後優勢反而會減少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財政狀態 現在的財政跟2005年沒有辦法相比 現在的趙建計畫在趙紫陽時代 1985年是無法支持的 在2005年是可以支持的 但是在2025年又會變得無法支持 所以2025年的中國 一方面技術上遭到封鎖 技術衰退可能是艦隊的日常維修出現問題 還有財政上的衰退 使得軍官人心浮動 工作資料下降 這方面問題就會接踵而來 總之是在2023年以後 中國發揮了巨大代價 得到了這支現代化軍隊將會每況一下 那麼他就有一個強烈的動機 這個動機只有歐美以外的赤身國家才有 就是我的北洋艦隊 北洋艦隊不只是李鴻章友 我們用他的指代 包括智利總統巴爾瑪塞達 和薩達姆之類人 製造出來的現代化軍隊 他們都是外申的 都是國家從勒緊老百姓的褲帶 好不容易從歐美買來的現代化 而再過20年鄰國也搞起來 我優勢就沒有了 我的心完全白做 巴爾瑪塞達之所以會發動他的戰爭 以及薩達的化動他的戰爭 就是因為過一段時間 我的魯力全白費了 趁著我的優勢才在著我打一打 至少我沒有白吃虧 這個動機會相當強大 它足以構成跟打破技術封鎖一起 足以構成使中國在2025年前後 停而走險的一個重大動機 這個動機對於習近平集團 還有一個對於毛澤東集團所 基本沒有的動機 對毛澤東集團的共產黨 基本上是國際派老幹部的天下 犧牲蔣介石和中華民國利益 實現蘇聯利益 武裝保衛蘇聯 至少在黨內幹部當中 是深得人心的 但是依附習近平的 輕易在改革開放世界幹部心目中 中華民國偉大復興才是深得人心的 習近平如果在一個衰敗的中國 他的前任都使得中國 更加強大和富裕了 技術上變得更加鮮硬 而如果在他統治的 比如說30年時間內 中國變得更加貧弱落後了 對他的組織是不利的 相反他就像蔣介石一樣 即使在不利條件下 發動了場戰爭 即使失敗了 但是大家知道敵強我弱 帝國主義平民強得多 但是他作為中華民族英雄的地位 卻可以抗爭 抗戰以前 蔣介石只不過是跟李忠仁平起平坐的 被汪經衛和胡汗民瞧不起 他很難越過孫科或汪經衛這些人 把總統寶座傳給蔣經國 但是抗戰失敗以後 儘管蔣介石表面上失敗了 因為抗戰而損耗了國民黨的力量 被共產黨趕到台灣 而蔣經國就當總統了 我敢說習近平如果發動一場失敗的戰爭 將來習明澤當上共產黨的組織部副部長 像金與正當朝鮮的組織部副部長一樣 進而接班都會有可能的 如果他不打這場戰爭的話 他時刻都有危險 按照共產黨集體引導的規範 你下台吧 把你的位置讓給其他人 而其他人很可能會清算你的 一方面有利益 一方面有祝福 一方面有上述的軍事技術和客觀形式 所以他確實有可能在2023年到2027年 這段對他優勢最大的時間傾而走險 我想透過我們阿姨 有剛剛的這些說明的部分 可以讓我們針對現在中國發展的一些情勢 有一個更清楚的瞭解 其實我們今天真的非常開心 可以邀請到我們劉宗靖 就是他自己稱他暱稱阿姨 這表示他這個常常要尊尊教誨 這些在網路上有時候這個不受教 或者要在辯證過程當中這些小朋友 不過我覺得大家可以透過他的評論 可以知道他真的是 保讀非常多的一些資訊 可以把這麼複雜的一些脈絡 透過他很清楚的非常多元的這些觀點 把它做一個彙整 我想透過他的認識跟瞭解 可以讓我們深度 廣度都可以兼具 這是我們節目當中很期待做到的部分 我們既然標榜自己是在談中國議題 最專業 最深度 最全面的 最獨立的一個評論媒體 我們也希望透過我們自己的努力 可以成為全華人 在中國境外一個最專業 可以讓大家可以來關注 中國議題的一個平台 所以透過阿姨今天的邀請 也謝謝他 我們因為有時差 但是對他來講很不好意思 但是他也非常熱情的 願意接受我們的邀約 來做這些訪談 我想我們未來會再麻煩他 我們也希望可以透過我們的這些平台 可以再找集更多這些評論 更深刻 專業的這些朋友 我們透過我們的平台 可以讓大家認識 把所有這些議題 透過我們相互的討論 可以理得更清楚 所以當然這麼好的節目 也希望大家幫我們推薦 幫我們訂閱 幫我們轉傳給更多你的好友 再一次感謝我們的阿姨 這麼精采的一個談論 我們希望很快再有機會 可以邀請到你 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